我曾经在义务工作时接触过S型的学生 观察到他们对视觉刺激特别敏感 激发了一个意念 想到用故事的形式利用有趣的VR互动游戏 帮助他们去学习 我们的产品是用AR的扩生实景和VR虚言认识的科技 令科技融合教育 我们也研发了另一款新游戏 专门帮长者做防止训练 目前在市面上还没有很多人认识 希望多些人可以认识到我们的产品 与不同界别的合户合作 在协协建筑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在服务社区的层面 如何为社区创造价值 创造快乐 快乐是源于分享 我们在2001年成立了企业义工队 和很多本地的NGO团体 建立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今年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总指联盟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已经建立了的NGO商业网络 协助爱识有限公司 拓展在NGO圈子里面的人物关系 我们观察到有几点爱识面对的挑战 第一,需要开发更多元化和更广泛的客户合作 第二,爱识需要加强在NGO界别的宣传推广 同时,倒影把握社交媒体来加强知名度 第三,爱识在商业模式方面可以再优化 针对这三个问题 协卿建筑火牌YWCA申请了社会福利署的携手扶约基金 申请计划中包括了 爱识的老人房碟VR体验游戏 等计划正式批核之后 将有助提升他们销售业务 协卿建筑都分享在实用的市场推广策略 增加他们的知名度 透过和爱识的接触 启发了我们企业义工队 在举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作出一些新试试 加入资讯科技的元素 令到我们往后的活动更多元化 多谢总指联盟计划和今次配队的企业协卿建筑 希望总指联盟计划 在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社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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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